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早上好 我是琪琪 欢迎回到我的21天减肥挑战 今天是第九天咯 虽然外面有点雾猛猛的 但是我决定还是要去跑步 咱们一会儿见 这是我们先讲这个文章 有问题是 找一个色彩的题材 准备吃饭了 准备吃饭了 我们今天中午吃的 虽然还是一样的菜色 但是我今天换一种吃法 开卷饼皮和生菜 超香的 来吃炒蛋 加一点的生菜 有点像小时候在校门口吃的那种 鸡蛋灌饼皮的那种 夹一个生菜的感觉 好 煮一个绿豆汤 绿豆汤煮好了呀 晚饭我要来做番茄黄瓜沙拉 吃完饭咯 刚刚做的那个沙拉你们学会了没有 我每次吃就会拿出来这样一小碗 然后盛起来吃 然后一碗绿豆汤 我自己超级超级喜欢喝绿豆汤的 减肥的时候就把那个汤稍微少放一点 不过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太大关系的 就你偶偶还是要吃一点点甜的东西 像我沙拉里面我还放了一点蔓越莓 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减肥就特别狠 然后完全不吃糖的话 到后期就是特别特别想吃零食 特别特别想吃甜食 那还不如你在控制热量的情况下 偶尔吃一点 反而比较容易控制你自己 对于糖的那种渴望 这样循序渐进的话 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不要一下子就让自己什么都戒掉 今天来做一个这个 瘦手臂的 还有一个这个 马甲线的 今天天气实在是不太好 整个都是雾萌萌的 都已经看不到对面的山了 空气中全都是那种山火烟雾的味道 今天是减肥挑战的第九天 其实真的过得挺快的 眨眼就九天了 感觉马上就要过半了 现在就是感觉越来越适应这个比较健康 然后每天都运动的节奏 我自己其实很开心 真的挺感谢就是大家一直在看我的Vlog 因为如果我不录这个Vlog 我都觉得我自己没有这么强大的意义 我肯定会去吃很多甜食之类的 就是因为开始这个挑战之后 我真的一下子就把自己从前面那种 特别特别爱吃甜食的那个状态中解脱出来 就是慢慢的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见哦 拜拜 拜拜